仙侠剧容易出爆款 她嘴角的粉底浮粉 眼泪也蕴装 悲伤的感觉没传递给观众 反而看着瞬间出戏 反观女二孟子艺 妆造明显强了不止一点点 整个人气质也符合仙子的设定 温柔纯洁 笑起来就给人岁月静好的感觉 真是美到心坎上了 女一被女二在颜值上咽压可就有些尴尬了 不过 杨子的演技 毕竟在同期小花里 也是名列前茅般的存在 在这部新剧里 依旧保持在线 她饰演的颜旦 是典型的俏皮女主形象 性格直率大胆 就连造型也遭到观众的吐槽 诚意的脸型太方 偏硬气的长相 本来就不适合仙气飘飘的形象 瘦弱还有点溜剑的肩膀 也少了些气质 看上去并奄奄的 哪有帝君的风范 其实这类仙侠剧 观众对于男主形象 还是抱有很大的幻想 尤其是人设待感 凌驾六界之上这样的设定 虽然玛丽苏 但是观众就吃这套 成片却不免让人失望 也难怪会质疑诚意的演技和颜值了 香蜜沉沉静如霜 早在2020年累计播放量就突破80亿 豆瓣7.8分的成绩 在仙侠剧里也算上成的口碑 还有亲爱的 热爱的 播出后连续20次斩获热度日贯 热搜话题不断 而这回沉香如蟹 杨子也带不动口碑了 这也确实不是她的锅 演技再好也就不了拉胯的制作和剧情 就连男主表现力也平平无奇 不过 该剧也仅更新五集 也许后续剧情会有所好转 大家拭目以待吧 不知道你觉得这部剧怎么样呢 开玩笑 感谢观看